在立委集体受惠案当中 苏正清的索惠高达2580万 是其中金额最高的 警察官查出 他除了向经济部长施压 同时看到了向经济部来施压之外 还向李恒龙开口要钱 同时也以参加屏东县场初选看板 设立看板为由索惠230万 甚至还搬出叔叔家全 叔叔家全在105年总统大选之后 可能位居要值 一开口就索逃2000万 目前住在老家屏东的80岁母亲 为儿子抱不平 他说为民服务却发生这种事 让人很痛心 只希望儿子可以早一天回家团聚 苏正清80岁的老母亲 守在屏东长治老家 中秋前夕只盼儿子可以回家团圆 我们总是当人要有希望 我们政府的规定 我们不然就能了解 老母亲对于苏正清所会案并不清楚 只是心痛他为民服务却卷入官司 检察官查出苏正清的服务可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帮助李恒龙夺取搜狗经营权 多次向经济部施压 在101年收下李恒龙第一笔50万元的汇款 隔年借口参加屏东县长初选 需要设立选举看板 又所会230万元 104年两人碰面 苏正清表明隔年总统大选 叔叔苏家全有可能位居要职 向李恒龙开口要求2000万元 尽管李恒龙表示需要考虑以及分批交付 苏正清离开后还是传简讯 提供账户感谢李恒龙的协助 希望在9月15号汇入1000万 三年间苏正清总共向李恒龙所汇2580万元 是立委集体收费案中金额最高 还一度未装事借贷关系 企图躲避追查 苏正清遭到起诉求处重刑 支持者纷纷打电话到服务处关心 苏正清特别透过律师交代服务处 要正常运作 但他涉入所汇案自毁政治前途 不知何时能够回到故乡 记者林安平平东报导